中华队在世界棒球12强夺金 但是全队在昨天晚上搭机反台的时候 在桃圆机场的接机动线混乱 也让场面有些失控 队长陈杰宪罕见动怒 而网友们更是一面倒的炮轰 说昨天晚上那个现场 根本就是英雄处罚大会 接机的乱象 当时还发生了 有身穿黄色制服的免税店董事长 带着员工 为了要抢拍照 硬是挤到了最前面第一排 就站在副总统萧美琴的身边 把教练还有球员们都往后挤 遭到网友骂翻天 后来呢出来举功道歉 但是又被翻出先前阶机的黑历史 你们到前面我等一下会过去 对不好意思 好不容易抵达国门 机场涌入大批粉丝阶机 动线混乱 陈杰宪微微动怒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让我老婆跟小孩先走 陈杰宪的声音被淹没在球迷尖叫声中 表情越来越张 一一击掌回应粉丝 但陈杰宪曾表示自己有人群恐惧症 果然下一秒 网友们看到直播 怒批动线安排不周 球迷媒体球员全几成一团 根本变相惩罚英雄 陈杰宪还一度在机场外 对工作人员罕见动怒 没办法因为毕竟这是国家大事 我们第一次遇到当然会比较不知所措一点 但很谢谢大家热情的迎接 25号晚间中华队搭击反台乱象丛生 副总统萧美琴接机时出现黄色大军 免税店董事长带队把球员教练王后吉 引爆网友怒火灌爆采蒙免税店脸书 球员及教练团受到干扰 我们深切的反省 但采蒙免税店被网友发现夸张举动不是第一次 19号跟中华队搭机前往日本 免税店员工抓到陈杰县 不顾他老婆在一旁直接贴脸合照 还有好几名员工朝陈杰县伸出咸猪手 一阵狂摸狂抓吃豆腐 再度引爆怒火 中华队夺冠写下历史 但接机乱象接二连三 反过第一站 球员们心情全写在脸上 记得台北讨务局员最后报导